这三种食物是幽门罗杆菌最大的携带者 幽门罗杆菌这一语慢性胃炎、胃溃疡 乃至胃癌紧密相关的细菌 究竟是如何悄悄侵入我们的生活的呢? 对于那些希望避免这种细菌感染的人来说 了解哪些食物是幽门罗杆菌的主要携带者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就来揭示三类容易携带幽门罗杆菌的食物 并探讨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预防其传播 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那些不使用公块公勺的食物 在聚餐时我们经常会看到 大家用各自的筷子和勺子取用食物 这意味着如果有一个人携带幽门罗杆菌 他通过筷子或勺子接触的食物就可能成为传播途径 特别是在公共场所 我们强烈建议大家使用公块公勺 以减少细菌的传播风险 其次我们要警惕那些不够卫生的生冷食物 幽门罗杆菌在生冷食物中存活的可能性较高 尤其是在制作环境不佳的情况下 因此在选择食物时 我们应尽量选择煮熟的食物 避免食用可能携带细菌的生冷食物 最后我们要注意的是 家庭内的幽门罗杆菌传播 家庭成员之间共用碗筷 餐具等物品以及亲密接触 都可能导致幽门罗杆菌的传播 因此为了预防幽门罗杆菌在家庭内的传播 我们应定期进行检查 确保家庭成员都没有感染 同时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如勤洗手分餐制等 也是预防幽门罗杆菌传播的有效方法 总之了解幽门罗杆菌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 对于我们维护健康至关重要 通过注意以上三个方面 我们可以有效降低感染幽门罗杆菌的风险 记住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我们最好的防护武器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 请点赞分享 让更多的人了解 如何预防幽门罗杆菌的传播 更多健康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